HELLO 我是沛莉 最近很多人看我的生活照 都對我的包包很感興趣 所以今天就來介紹我的包包 它到底有多厲害 還有呢 看看我包包裡有些什麼東西 像我自己平常呢 就非常喜歡背後背包 因為空出兩隻手就可以抱小孩啊 或者是買東西拿很多東西 有後背包就會很方便 但是你也不希望就是背得太重 讓你的肩膀壓力很大 所以後背包我一定都會選擇很輕的 這一款它的那個質料就是很輕薄 而且它又有防水耐髒 這個你隨便亂丟都不會髒 非常的好用喔 好當然呢 更厲害的是 它的一些細節設計 真的是你用了它之後就會回不去了 加上它的樣子也很好看 很多人都單看它的照片 對著我包包哪裡買 包包哪裡買 好吧今天就來告訴你們囉 首先要先跟我們介紹第一個 它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在於 一般你背後背包 你要拿裡面的東西 通常都是要把包包整個拿下來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手上已經大包小包了 沒有辦法把包包拿下來 這個包包可以讓你單手 就可以拿到你的悠遊卡或者是家鑰匙 就在於它的包包側邊 直接有一個拉鍊可以通往裡面 而且它裡面做了一個貼心的設計 一條繩子 然後上面呢就有一個扣環 悠遊卡 鑰匙一秒就拿到了 很方便吧 就等於單手也可以拿東西了 還蠻好用的 背後背包呢 其實很怕就是有人在後面動手腳 你也不知道 可是這款後背包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跟一般的後背包不一樣 就是它有兩個背後式的隱藏的背帶 而且它兩個是沒有互通的喔 可以一邊放手機一邊放錢包 把貴重的東西放在背後的按帶 然後就緊貼著你的背 這樣比較安全喔 然後呢雖然這個包包很輕 但是它有做減壓背帶 不是一般那種細細的繩子 可能會把你肩膀勒得紅紅的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包包的收納 首先呢外面的部分 就這邊有一格拉鍊格 可以放一些補妝的口紅啊 氣墊粉餅之類的 然後呢側邊左右 都有可以放水的地方 或者是你要放衛生紙之類的都可以 我先看它打開來 這邊是一個瓷孔 打開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漱口包 裡面有可以放電腦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因為後背包很多是學生喜歡背 你可以放書 或者是放一台底墊都可以 除了包包內袋 有一整個這麼大的購物空間之外呢 裡面還有四格就是可以收納的增格層 你可以放濕紙巾啊 自拍的燈 還有補妝用的粉餅 防曬 太陽眼鏡 它自己都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所以你也不用怕說 你的太陽眼鏡可能會跟其他東西刮到 還有自拍棒 而且呢它的前面還有一格就是拉鍊的一個隱藏式的內袋 我通常呢就把它拿來放相機 相機它自己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就不怕相機會被刮刮囉 其實像這款包包也非常適合旅行使用 因為它把東西拿出來之後 就整個就是輕薄的像一個購物袋一樣 你可以把它壓的扁扁的收的小小的 放在我們的行李箱裡面 你出國的時候 你可以帶它然後去購物 當購物袋用也很好用喔 至於像是很多女生會在意的穿搭問題 因為像它就是黑色加金色的基本款 真的很好搭 像我平常的話呢就是穿休閒服 然後配個T恤牛仔褲搭它就很好看了 甚至是你穿洋裝搭它也蠻好看的喔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包包簡單介紹 然後想要知道在哪裡買的話呢 可以看我影片資訊的地方 或者是直接上網搜尋Mifi 就是它們包包的品牌就可以囉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下次希望我拍什麼影片 都歡迎留言給我 就這樣啦 喜歡影片別忘了按個讚喔 這樣我就會很高興囉 沒有訂閱過頻道的按個訂閱頻道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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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